撕飯是江南特色早餐 熱辣辣香噴噴 與豆漿在一起是絕配 所需要的食材有 糯米 榨菜 肉鬆 油條 先將糯米洗乾淨 加入適量的水 開始蒸糯米飯 榨菜切碎 切個大小可按自己喜好來決定 切完放在一旁備用 飯蒸好後鋪在保鮮紙上壓平 在糯米飯上鋪上一層厚厚的肉鬆 再鋪上榨菜碎 油條放中間 用保鮮膜捲起糯米飯 壓實 捲好後 將保鮮膜兩頭都包好 用同樣的方法 再做第二個滋飯 怕燙的朋友 捲的時候可以用毛巾包在外面 甜鹹落軟的滋飯就做好了 早上來一個 一天都元氣滿滿 我忘了 一天都不是 還有錢 謝謝 謝謝 謝謝